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林坐落在云南偏远达小山村 朱库拉村 而这个淳朴的村庄也被誉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百年咖啡林 当地村民和咖啡有着难分难舍的不解之缘 除了种植咖啡 贫困的村民也有喝咖啡的习惯 当地的咖啡业者希望将古老的朱库拉咖啡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欣赏别有一般风味的古老咖啡技艺 中国咖啡种植主要集中在云南省和海南省 而在云南近几年的咖啡年产量更是达到2.6万吨 中国九成的咖啡几乎都出自云南 就连连锁咖啡集团如星巴克和雀巢 也靠云南的产量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 而这个偏远的村落叫做朱库拉村 虽然贫困落后 但村民对咖啡却有特殊的情怀 从种植咖啡自抹到烹煮咖啡 在这个小村落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喝咖啡的习惯 1892年一名法国传教士到当地试种咖啡 让咖啡种植从此在村落萌芽 一百年的它会有点就是很浅浅黄色 然后七十多年的就会烧浅黄 但是第三代的就是七年多的这个豆子 它是很绿 就是一看哇生豆味道好浓 但是呢就是一二代它不会 2011年和咖啡结缘 万雪君在偏僻贫穷的山村开始编制他的咖啡梦 他希望将朱库拉咖啡推广到更大的市场 传承古法咖啡手艺 也让更多人可以欣赏这别具风味的咖啡味道 把这个家家户户啊 就是这个土法加工的一个这个流程继续下去 同时呢引导年轻人 至少在村子里再依然这样做下去 万雪君把咖啡当成终身事业 朱库拉村民和咖啡割舍不下的情怀 已成就了百年咖啡林 NTV7最后报道 NTV7最后报道